各位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掌聲 掌聲 喔 淑芳姐姐的阿嬤真的讓我們好揪心喔 對不對 來 您幫我們推薦一下或是分享一下吧 來 姐姐 演戲演了快六十年了 但我不曉得現在的國片為什麼會擦著這個樣子 也不知道為什麼 也不知道大家到底要什麼 但是 小朋友 不要說是我參加 就是我不參加 我也會看 但是我參加了之後呢 我覺得 我好感動啊 真的 謝謝 哇 有阿姨的呼籲 我想我們文化部一定會好好處理的 謝謝 謝謝 還是妳來當文化部長好了 以您的輩分 來 來 來 孝萱姐也跟我們推薦一下 梓江哥 好久不見 代表的是跟南哥是一對齁 跟他演戲應該壓力很大吧 不會 不會 南哥其實不要看他這樣 平常私底下超親切的 也對 因為其他人都在喝香檳 只有他一個人拿著礦泉水 超娘的 沒有 他怕他等一下本性露出來 我怕酒會發瘋 來 幫我們推薦一下 好 大家好 我是陳小萱 所以 孝萱姐我覺得 你看今天的陣仗就知道 一點都不需要擔心 好不好 至少破億以上 對不對 是啦 我覺得我們這次的演員啊 還有製作方都非常的整齊 水準非常的高 所以我相信呢 不管他是不是將來 小朋友們可以看 一定是在戲院裡面 或是大家將來有機會看到 一定會發現說 為什麼我們要找到這麼整齊的演員 因為我們要讓大家知道 一個警示的作用 就是歹路不可及 好 說得好 謝謝 謝謝 來 孟宇文也跟我們提醒一下吧 我覺得 今天不管是不是限日期 我覺得 18歲以上的朋友 當然可以進電影院來支持我們 18歲以下的朋友 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按讚 幫我們分享影片 對 說得好 對 所以我覺得 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可以去支持角頭 然後把我們想要傳達的 教育的這個提前傳出去 好 請大家多支持 孟宇文在電影當中 周遊在這個 黃鴻生跟孫鵬大哥之間 你怎麼形容這兩個人呢 孫鵬大哥對你來講像什麼 像大哥 黃鴻生呢 小哥 我還費玉清咧 小哥 好 謝謝 太可愛了 到底結果如何 請進電影院